丁燕宇航加盲独行侠后,目前他正在尾留在球队15人名单奋斗着,但由于上市铁定缺席明天对战北京队的比赛,与迪小川谢文艾恐怕是落空了。 我们都知道小丁被球迷称为是CBA巴特了,而NBA真巴特了,最近的交易传闻闹得不可开交,看似不相关的两人,其实在两年前这哥俩就结下梁子了,他们在一场中国VF美国梦之队的赛场上斗过嘴的。 迪小川当时落蹬巴特了,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可有意思了。 详细节新闻佩图,当时古艾伦持球准备突破,但被洛瑞和唐普森包夹,因为有一定的身体接触被裁判吹停。 而在另外一侧,作为起步上场的巴特了,主要对丁燕宇航防守,或许小丁的无球动作有点大,从而引起了巴特了的不满。 所以直到面对小丁喷垃圾话,小丁可是过了唇语五级水平的,也对巴特了说的话做了一个翻译。 大致意思是,You are a bit too big,你动作有点大了,对此小丁也给予了回应,似乎在说不是那样的。 旁边的好友赛小川回过头来瞪了巴特了一眼,虽然这次没有引起其他冲突,但这一次小细节,也是被球迷津津乐道。 有球迷表示,巴特了是独行侠啊,和小丁做队友也是不错的了,从垃圾话变为暖心话,毕竟小丁之前是CBA的巴特了。 各位球迷,你们怎么看,欢迎给我们留言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